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的一个足球场 星期六遭到火箭袭击 两城12人死亡 当中包括儿童 另有13人受伤 不急者说 事发时有许多孩童在足球场内踢球 火箭来袭时根本来不及逃跑 这根本来是一种穴位地与摸大鱼 可能是个人想想这件事情 他们会在这些穴位 那么他们在身边 他们会到这种穴位 因为他们会到这种穴位 当时他们会到这种穴位 他们会到这种穴位 或者15个人 他们会到这种穴位 因为穴位地与摸大鱼 以色列指控真主党发动了这次袭击 警告全面战争即将来临 不过真主党否认指控 宣称这次的袭击和他们不关 这也是自以巴冲突开打以来 以色列遭受的最致命袭击 以色列星期六小些时候 对黎巴嫩发动一次攻击 打死了四名激进分子 其中至少有一人隶属真主党 请不吝点赞订阅